193新开的餐厅有多款美食吸引粉丝潮升 但网民批评食物质素欠佳 最新又有一位苦主中服 他在社交平台表示 陪妈妈去光顺193新开的餐厅 批评食物质素欠佳 小龙虾沙律 Egg Drop 除了面包干硬 小龙虾沙律味道并不特别 而且上面还有一片片疑似获焦的物体 引起大量网民讨论 楼主接受开罐访问时 表示免费都不会再吃 还说即使193开中名以下要靠餐厅压钱 也不代表食物可以不好吃